大家好,我是莉夏 大家还记得这一盆绿螺吗? 这盆绿螺是去年春天买回来的 等到夏天的时候简直就是涨爆了 不仅这个盆爆了 而且天的痰也非常非常的长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一副模样呢? 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 我是把它放在外面的 这个绿螺是非常怕冷的 所以它的这个痰基本上全部被冻伤了 冻伤的藤我已经全部剪掉了 现在天气又变热了 又是它疯狂生长的时候到了 大家看这个枝条上面都长出了这个嫩芽 但是这个盆现在有点小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排水孔 你可以看到里面挤满了根 所以现在我就给它换一个更大一点的盆 先把它从这个花盆中取出来 现在了解采了 我们去给它 现在是栄温的 我们们也要做到 现在是栄温的 来点相关的 可能这个根真的是把底下都给挤满了 所以现在好难拿出来 终于拿出来了 怪不得这么难拿 原来它是把底下的沥水网都给缠住了 这个根是吧 如果不给它换盆的话 今年肯定长不了那么棒 这些根都要给它剪掉去 里面的根检查一下 这种根的话有点烂掉了 也要给它去掉 把这个根稍微给它拔散一点 现在是太发达了 这个根 OK 这样就可以上层了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继继续加底 再把它稍微提一提拍一拍 继续加底 这样就种好了 这次就先不浇这个定根税了 因为它的原土是比较湿 我又修了很多根 但过几天再给它浇这个定根税 你别看它现在这么差 很快它就会长爆棚 现在就把它搬去化苗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这盆绿螺上盆已经很久了 大家看它已经长出很多叶子来了 之前给它上盆的时候 才一点点叶子 因为过了个冬 大部分的枝条都被我给剪掉了 前一阵子因为要打造阳台花园 我就把它搬到了露台上去 所以知道那两天就突然出了大太阳 大家看这个叶子都晒得这么黄了 所以说想要养好花 这个摆放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连这个绿螺都养不好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环境不行 或者是土不行导致的 因为这个绿螺它是非常非常好养的一种植物 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绿螺的摆放 这个绿螺它是洗半阴的环境 怕这个强光直射的 尤其是这个夏天 如果你把它放在外面曝晒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绿螺分分钟就变成这个黄螺叶子晒的这种 非常非常的谎 而且没有光泽 严重的话还会晒伤 所以除了这个夏天的话 其他的季节也是要少见这个光照的 但是冬天的话就可以适当的多晒晒太阳 因为这个绿螺它是比较怕冷的 冬天的温度一定要高于10度 否则的话这个绿螺的叶子也会变得很黄 它的这个黄就是被冻到了的一种黄 看起来也是暗淡五光非常非常的臭 像我的这一盆去年冬天 我就放在这个露台上面没有搬回来 所以它去年长得那么茂盛 到了一个冬天之后 长出来的这些枝条全部都冻伤了 被我剪掉了 好在这个绿螺它非常的好眼 剪掉之后只要温度一上升 它长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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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